欢迎县政府积极在每一箱推动建制亲子馆 但是对于收拖人数以及未来的管理 欢迎县议会民政小组高度关注 特地来到了收封箱的亲子馆预定地来进行考察 与欢迎县政府社会处进行讨论 建议能够明确定位亲子馆的发展方向与服务目标 收封箱亲子馆主体建筑为两层楼市 初期收拖24名 空间比例最多收拖可以到达32名 空间设计以家庭多元活动中心为主 花莲县议会民政小组今日就特地来到 收封箱亲子馆预定地进行考察行程 了解未来花莲县政府社会处的设计规划 蓝顶就是吉安箱跟收封箱就是目前都在筹设 吉安就是在额上馆的部分 那新建工程也正在新建当中 那收封就是单位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案子 那个全球都是少纸化啦 到时候希望这个使用的空间可以更多元化的让乡亲来使用 不要说只有小朋友 那有时候长辈啦 因为我们这个乡村嘛 亲密都是长辈比较多 那可以纳入多一点那个长辈 引法组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那相信这个馆藏啦 这个馆里面使用率才会比较高啦 后面这个客家馆 若是说没有事先跟公务所协调 那个车辆的进出可能就不变啦 所以你们建设那个社会署要跟公务所先协商一下 看进出路的额后的一个位置 以后都长到的话 它可能就不让你们继续使用 会影响到我们本身亲自管的一个活动空间 寿风箱托婴中心提供两个月以上 未满两岁的幼儿托育服务 二楼为寿风箱托育资源中心亲自管 提供0到6岁幼儿家庭托育以及照顾咨询 儿童发展筛检 幼儿游戏空间以及书籍 亲子教育课程 社区宣导以及外展服务等 而该笔预算来自前瞻计划 总经费7800多万元 预计在114年的三月能够竣工 记者林杰 收风箱采访我到